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tu as-salamu ala Rasulillah, 我们将谈谈谈的词词, Inshallah. 然后用右手接一些水, 把水吸到嘴中, 把水吸到鼻腔之中, 然后把水吸到嘴中, 然后把水在口中, 漱口, 然后把水吐出来, 以及用左手把鼻腔里的水吸出来, 也就是用右手吸入水, 入口腔鼻, 然后要洗脸, 洗脸要把从这个头发和脑门的交界处, 一直洗到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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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要洗到耳朵, 然后洗手倒肘, 然后洗手倒肘, 从手指一直洗到胳膊肘之上, 然后洗右手倒肘, 再洗左手倒肘, 然后摸头, 然后摸头, 然后摸就可以了, 不用洗, 然后摸就可以了, 不用洗, 从前额一直摸到后脑袋, 然后把手再回到额头, 然后用手指来摸耳朵, 然后用手指来摸耳朵, 用大拇指来摸耳朵里面, 然后洗右脚洗到脚踝骨, 然后洗左脚洗到脚踝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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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讲一下关于洗大脚踝骨的如何洗。 那。 过此,我们要解决决我不再说, 在讲解决决决以前, 还要提醒一下关于洗脚小径的一些事项。 小径也有一些条件 比如归心 理智 有区分能力 心中举意 以及举意 在小径的过程当中 一直保持你的举意 那样 就这样 封锁不迹ب的举意 也就是 必须 没有什么 封锁不迹ب的举意 或者在第一举意 在洗小径的过程当中 要杜绝坏小径的事项 比如在洗小径 洗着半截 放屁了 那是不可以的 在放屁之后 然后要重新 从头重洗小径 如果这只可能 在小径之前 如果你有大小变了 必须要清洁大小变 可以用这个纸巾 现在都一般用纸巾了 或者最好是用水洗干净 在洗小净的时候 身上还有一些污灰 大小便地方有污灰 那是不允许的 或者你用偷来的水 那也是不允许的 这个小净的 必须要做的法 我们就让到了 必有五项 洗脸 包括束口枪笔 洗手倒肘 洗头 洗脚到踝骨 以及按照顺序 洗和摸 这几项 洗小净的每一项发道 都要连续的去完成 现在讲一下关于 坏小净的事项 无论是从大小便出来 任何无愧都是坏小净的事项 比如尿尿 大便 放屁了 除气 肚 比如这个 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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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小的石头 小的石头 中 出血 出气 无论从大小便出现的任何的污秽了 像刚才举例的那些东西 都是坏小经的 以及吃落脱肉了 以及理智没有了 比如睡着了 或者是昏厥了 或者是醉了 或者是精神不正常了 睡觉并不坏小经 但是担心大小便出东西了 如果一个人非常困的时候 再非常困打嘴 但是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在大小便的地方 出任何东西 那么他的小经不坏 一旦一个人沉睡了 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 那么他的小经就不坏了 同样一个人如果有叛教的行为了 那么他的功休是无效的 那 阿拉之之 阿拉斯翻译我们的先知 阿拉斯翻译 阿拉斯翻译 啦啦啦